今天,女权主义的观念已经深深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 根据2016年春季哈佛公共政治观点项目的调查 现在大约有59%的女性支持女权主义观点 当代女权主义的一个突出观点是 男人和女人之间除了生殖器官生理差别之外 没有其他生理和心理的差别 因此男女在行为和性格上的差别 完全是因为社会文化原因造成的 从而男女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里应该完全平等 任何男女之间不平等的现象 都来自于社会和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 比如大企业高管顶尖大学的高级别学术职位 高级政治官员等职位中男性人数远远高于女性 女权主义就认为这主要是性别歧视造成的 事实上公平的比较是在工作能力 工作时间工作态度等等完全相同的情况下 比较性别差别 比如不能忽略的因素是 这样的高级职位往往要求长期高强度超时工作 牺牲周末甚至晚间的休息 正吃着饭接到一个电话就得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经常出差离家等等 而女性通常在生育期要中断职业生涯 而且更倾向于多花时间照顾家庭和孩子 不愿意在这方面牺牲 另外生到这些职位的人往往具有比较刚毅强势的性格 这也和多数女性温柔的性格特点相左等等 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只有少数女性能攀升到高位 女权主义就认为都是社会强加给女人的观念 造成的这种不平等 反对女人应当性格温婉 应当花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家庭等观念 认为政府应当提供应幼儿抚养教育的公共服务等等 同时当代女权主义也不能容忍用男女天生的生理心理差别 来解释男女不平等的现象 其只有把过错都归结到社会原因 传统道德观念上才是唯一真理 才算政治正确 2005年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摩斯 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言 探讨关于在顶尖大学的科学和数学领域里 为什么女性教授比例低于男性 他认为除了这些职位所要求的工作时间更有弹性 既占家庭团聚时间 且往往需要每周工作80小时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差别 应当进一步研究 还有一种可能 也就是天才男女在科学和数学能力上的差别 他指出研究早已证实 男女中学生在数学能力上存在着显著差别 结果女权团体NOW就发起了对萨摩斯教授性别歧视的抗议 要求哈佛赶走校长 这位校长被媒体声讨 不得不公开道歉 并保证会提供5000万美元来鼓励教职员工更加多元化 早在1980年科学杂志就发表研究指出 男女中学生的数学推理能力存在着显著差别 男生更强 随后一项研究发现 男生数学天才比例更高 以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数学部分来衡量数学推理能力 达到600分以上者 男生人数比例是女生的4倍 700分以上者 男生是女生的13倍 2000年同一研究小组追踪发现 少年时期SAT表现为数学天才的男女生 20年后 在数学和相关的科学领域里获得了高学历 并对自己的职业成就感到满意 也就是说 萨摩斯提出的思路 天才男女中学生在数学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别 可能导致更多天才男生长大后 在数学相关领域里获得职业成就 确实是有相关研究结果支持的 早有媒体指出 萨摩斯事件中强制不同观念公开认错 和共产国家的再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没有真正弄清所谓不平等的根源之前 鼓励多元化 实际就是增加女教授人数 达到结果平等 托克维尔早就指出 社会主义和民主没有任何相同之处 除了一个词平等 社会主义追求的是结果均等 民主寻求的是机会平等 以此衡量很容易看穿 女权主义背后隐藏的共产主义基因 需要强调的是 这里并不是试图证明 男人在智力或能力上比女人优越 男人和女人的才能表现在不同方面 人为的抹平 两性之间的差异既不符合常识 也不利于男人和女人各尽所长 如果说男女性别的心理和智力差别 不那么直观的话 女权主义否认男女生理和体力上的差别 就更匪夷所思了 在东西方的传统理念中 男性承担保护者的角色 消防员轻一色为男性一直被视为正常 女权主义宣称男女的绝对平等 要求女性同样承担传统上男性的角色 这又带来人们料想不到的后果 2005年纽约市消防局首度允许一名 没有通过体力测试达标的女性成为消防队员 消防员必须背着氧气罐和50磅重的装备 经过一系列挑战体力的测试 这位女性总是无法达标 尽管其他消防队员指出 未达标的队员在团队行动中 免不了需要队友为之牺牲和付出 并且对公众安全造成威胁 但是消防局最终还是决定同意录用它 消防局的理由是为了避免一场女权团体的诉讼 女权团体长期指责纽约消防局制定的体力标准要求 过高造成了女性消防队员比例偏低 芝加哥消防局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被迫降低标准录取更多的女性 实际上澳大利亚许多城市的消防部门 早就实行了性别配额录取 也即如果录取50%的男申请者 那么也要同样比例地录取50%的女申请者为消防队员 尽管男性消防队员的体力要求比女性要高很多 这种无理性追求结果均等 还带来另外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问题 女权团体马上又抱怨女消防队员面临着男队友的霸凌 后者指责她们不够格 不配当消防员 造成精神压力 这给女权团体带来了进一步斗争 争取平等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女权主义的一个口号就是 我们要做的还很多 在共产邪灵的安排下 女权主义种种看似毫无理性的行为 其背后的主导思想 实际是挑战所谓父权社会及传统社会 从而颠覆传统家庭 这一点和通过阶级斗争 推翻资本主义一脉相承 传统社会认定男性阳刚 女性阴柔 男性作为保护者 承担支撑家庭支撑社会 保护女性和孩童的责任 而女权主义要挑战的正是这种父权社会结构 认为男女一样 这种父权社会造成了男性的优势和对女性的压迫 所以传统歧视精神 绅士风度都被鄙视 按照女权主义理想 未来的社会将不允许再看到泰坦尼克号沉默之前 男性主动把一切求生的机会 让给女性的美德 女权主义挑战父权社会 还表现在对孩童教育的方面 女权主义推动的平权法修正案 在宾州通过后 针对宾州校计体育联合会的一场诉讼的法庭裁决说 学校必须把学生包括在所有体育活动之中 包括摔跤和美式足球 不论性别如何 也及女性不得以性别理由缺席摔跤美式足球课 美国学者萨默斯在针对男孩子的战争一书中 举了许多压制男生的例子 其中一个是纽约皇后区的纽约飞行学校 该校招收的都是当地少数族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学校把孩子们培养成优秀学生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把该校列为全美最佳高中之一 学校为孩子们提供各种动手制作电动机械飞行器的机会 不难理解 入学的男孩占绝大多数 女孩在学校中比例较小 但也表现不俗 并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该学校过去十多年来 一直面临着女权团体的指责和法律诉讼的威胁 要求必须提高入学女生的比例 女权团体全国妇女法律中心的创办人 2010年在白宫发言中 专门把纽约飞行学校列为性别隔离的例子 声称 在我们获得绝对的平等之前 我们绝不能在花环上躺着休息 我们的路还很长 对女权主义者来说 从小培养男孩具有男子汉精神 鼓励他们有独立冒险进取的精神 以及鼓励女孩温柔体贴照顾家庭 都是造成将来社会性别不平等 以及压迫和歧视女性的根源 实际上 女权主义的极端做法带来的另一个恶果是 社会朝着无性别的方向发展 男性和女性都不再具有各自的性别心理特征 这将影响年轻人 尤其是孩子的心理发展 可以预见 更多的人群将成为同性恋 双性恋或者跨性人 事实上 在一些欧洲国家 这种趋势已经出现 越来越多的孩子 从学校回来告诉家长 妈妈 我生在一个性别错误的身体中 到2017年 伦敦塔维斯托克诊所 每年接受大约 2000例有类似问题的孩子 而在2009年只有100例 当然 这也是女权主义背后的共产基因 所想要达到的目的 尽一切办法摧毁传统的家庭道德观念 造成家庭崩溃和解体 在传统文化中 神、天赋予女人生养教育孩子的责任 东西方传统文化中 伟大的英雄背后都有伟大的母亲 而女权主义主张 父权社会对女性压迫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就是人们期望女人养育自己的孩子 认为家庭妇女和母亲的责任 是没完没了 枯燥无聊 毫无回报的 有人做了小统计 发现知名的女权主义者 几乎都是婚姻破碎 终身未嫁 或者即使结婚 也没有子女的女人 感叹她们当然无法理解 正常女人把婚姻家庭 视为生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养育孩子 在孩子的成长中 获得母性的自然满足感 今天 女权主义派生了形形色色的变异思潮 比如 有的主张 个人的事情具有政治意义 实质是将个人的私生活 与个人的事情等同于政治 在家庭中掀起性别战争 有的将男人视作 奴役女人的身体与思想的吸血鬼 有的说 孩子是女性实现其最大潜能的障碍 将家庭归结为 女性受到压迫的根源所在 事实上 当代女权主义毫不隐瞒 其破坏传统家庭的目的 在当代女权运动领袖中 这样的主张并不显见 结束婚姻体制 是女性解放的必要条件 不应当允许服务于家庭 并计划成为家庭主妇 成为妇女的选项 不消灭婚姻 就无法消灭男女不平等 女权运动以解放的名义 解决人类道德败坏后造成的社会问题 从而变异人的观念 加剧社会道德败坏 美国学者休利特指出 当代女权主义是造成 大量单亲妈妈家庭的主要因素 女权运动曾极力推动的 无过失离婚法案 实际却为男人逃避责任提供了方便 女权主义试图去破坏 或者改造原有的家庭结构 而家庭恰恰是广大妇女 应对社会危机的避风港 大多数妇女希望巩固 而不是摧毁家庭 和女权主义主张相反的是 离婚并没有为女性带来 他们所期望的自由 有研究指出 女性离婚后陷入贫困的比率 高达27% 是男性的三倍 这也不奇怪 邪灵并不在乎女性权利 破坏家庭 败坏人伦才是其目的